加加加 牛牛加油跑起来 嗯? 雨水的表姐 林追加的孩子都生龙骑士了 你还在玩牛 什么龙骑士啊 我过去瞧瞧 林追加什么时候骑上远古巨龙啊 此物品为库袍胜利者 我还放什么牛啊 表姐你等等我 什么库袍胜利者啊 嗯? 公公库袍就能成为龙骑士 这很简单嘛 嗯? 小宝们 你怎么能够作弊呢 这可是坐骑裤袍 需要选择一种坐骑 骑上腾腾跳起来 要不然你是没办法迅速远古巨龙的 表姐 骑上远古巨龙的蛋干嘛呢 你出门 不看迪士的吗 裤袍需要坐骑同行 这次我选择迅猛龙 弹跳力高还跑得快 Ready GO! 呃? 这鹿也太小小了吧 玩是骑团子吧 这样体积小 长鹿起来方便得多 嗯? 哇 表现跳得好高啊 但说服宠物就是小弱鸡 你说谁小弱鸡啊 你可别在这吹大话 小心把你甩个千里 你先追上我再说吧 道路狭小 你体积话不说 会说话你小说点 没人爱听 难怪那人去叫我阿东的当龙骑士 我上午也行 嘿 我还换个小团子 就爽啊 哼 小表妹就是骄傲的大公鸡 后面好高山峻岭临的女攀爬呢 我好担心啊 你看我 小车都吹不下来 我该 用力傲娇 出现冰人水和土鸟了 这个好身材健爽 骑上去备有舒服感 满屏的传送方块 不会是要帮我冲出地球吧 不要想放心吧 手 일단你推都推不动 还真是啊 前面是一片食人鱼池 我要稍微侧身躲过 以免落住食礼 乘他二人口粮 完了完了 太胖 卡核花上了 别人熊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淹死 可恶的食人鱼 我这次带着鸵鸟来应战 小白妹 你的作技呢 该熊只会影响我发挥 我反正融合理了 好啊小白妹你怎么不跑啦 想不到吧 还需要大飞机你才能够渡瞧 我呢就先走一步了 我飞我飞我飞 诶 没着路呀 换大了他船飞不起来 可恶又让小白妹有提可船 而且好险表妹也没有飞过去 这次的距离更加的遥远 看来只能够爬树了 从左边的树木下手 老转万无一只 嘿嘿 小白妹又回到了原点 我先走一步啦 原来大飞机还能这么玩 哦 照样话胡路不错嘛 要是这么走 黑龙是不会认可你的 我要独自一人穿过岩浆壁 要想天空大到你不走 地狱岩浆你往里冲 我才不管你呢 巨龙可是在地狱火山 你往天空走 只不定错过了 有了 我看到地狱塔了 巨龙一定在里头 嘿嘿 小白妹要错过最佳时机啦 远古巨龙 我是来成为龙骑士的 哎呦好烫好烫啊 完全越不过去啊 范范描写从天空进入神最佳选择 看得这样啊 你等等我马上到 可恶 已经要小表妹给熏福了 我想我也要骑龙 你让开 行行 就让你玩一会儿 这龙骑士也太帅了吧 哈哈哈哈